今天我們將會做一個 Keep away的環節 Hello 大家好 我是Rinne 很久都沒有做坐下聊天講話片這個系列 大家除了看我吃東西之外 不知道還想不想我坐下和大家分享我個人感受經歷的影片 第一次看影片的朋友告訴你 我是一個香港人 在上一年1月中 即是COVID之前 來到新加坡開展我的工作和生活 在這條影片我會和你分享一下 有哪六樣東西 是我來到一年多之後 其實還是有點不習慣或者不適應 讓我詳細告訴你 第一樣就是新加坡是全部地方都是以英文為主 還有很多地方都值得英文 我是一個土生土俊的香港人 即是說我是從西到大學 我都是在香港那裡讀書 還有我讀的都是比較普通的學校 當中我沒有去過其他國家生活 exchange 九十多大 我的主要語言都是廣東話 看的文字都是繁體中文 對於新加坡的認知 來自小鞋不笨JJ 孫燕之等等 新加坡的歌手 看新聞的時候他知道 新加坡的現況大概是怎樣 我就覺得 咦 新加坡是一個比較多華人的國家 應該是很多中文字的 小鞋不笨都在說普通話 JJ 孫燕之他們唱歌都是唱果語 即是普通話 我就覺得在新加坡應該很多地方 都有中英對照 這個一直都是在我的mindset 直到我搬來新加坡的時候 我就發現 咦 大哥 不是喔 其實很多地方原來只有英文 MRT的MAC 或者是他們的Signboard Shopping Mall的Directory Supermarket Enthusi 星宋 裡面很多東西都只有英文 我當初是真的有點不笨 因為在我人生過去24年裡面 其實全部這些東西都用中文 另外最handicap的一個位是甚麼 看醫生 尤其是去醫院的時候 在醫院裡面全部都是英文 我不懂那個字為甚麼 我小時候真的不太讀書 英文真的太差了 這個就成為了一個難處 我盡力希望 要是我提升英文水平 要是我努力去保持自己身體健康 就沒有心病 尤其是上來去醫院 去診所的時候看病 都是幾不習慣 將所有的病症 都是在我心病的時候 還要想起英文 然後說出來就 好厲害 第二就是不同宗教族裔種族底下的飲食限制 這件事老老實實說 一年之後 我都不覺得超級可以適應 原因是因為在香港真的沒有那麼多飲食限制 新教肌可能因為這裡是非常多元種族文化 有人不吃豬又不吃羊又不吃羊又不吃羊又下 當有時我們要帶食物去share或是送禮物給其他家庭 例如夏拉的話 你一定要看到那個標籤他們才可以吃 而我最忽略的時候 有時大家一起去買食物 我便覺得亂買便可以拿 看看有甚麼想吃便拿 但我忽略了原來還是要看有沒有那個標誌才可以 這件事真的在這一年內 是需要好好學習加緊留意的地方 第三件關於飲糧茶 在香港其實飲糧茶或賣糧茶的店舖 真的到處都有 就像在香港我家樓下 其實最少已經有兩間中藥或其他店舖 有賣現煲的糧茶 非常隨手可得的 我是一個非常火氣大熱氣的小朋友 來到新加坡經常吃紫茶煎煎炸炸辣辣炒的食物 令我熱氣非常上升 然後很容易喉嚨痛 即是我吃荔枝吃三粒就會立即爆炸 即是我喉嚨會超級痛的人 如果在香港的話 其實我每次喉嚨痛 我就會立即去樓下喝苦茶 逼了熱氣出來然後下火 我就很快就康復了 但在新加坡我真的發現 涼茶店或涼茶這件事 就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買到 是要去到一些專賣店苦華 這件事絕對對我來說 即是比較個人一點 就真的很不習慣 現在我唯一的解決辦法 就是我會去Enthusee買那些 包裝的涼茶或苦茶 在家看門口 因為我真的沒辦法 立即買到一瓶涼茶回來 然後下火 唉 新加坡人是不是不用喝涼茶 你們是不是天生都不會熱氣 還是只有我一個會這麼熱氣 嘩 第四 就是新加坡很多很多餐廳在peak hour的時候 都是一定要排隊你才進去吃 這個是我的observation 就好像無論是lunch time 還是dinner time這些peak hour 你去到一些大的shopping mall 的餐廳那裡吃東西 總是會看到一條隊 而很多時候 大家都看到一條隊之外 都會願意去排這條隊等吃這個dinner 在香港我記得以前 去一個餐廳吃東西 看到這個排隊的話 通常會看看有沒有其他option 而instead of去排這條隊 因為有時候知道一等要等四十五分鐘 等一個小時就寧願不排 但新加坡我都覺得 大家好像在聊天會去排隊吃 不想排隊的話 就一定要預先預訂台 這件事在我在香港的時候 絕對不是我一個usual practice 通常會看看有哪家沒有那麼多人 吃哪家 但在新加坡不同的app 其實都有提供訂位訂幾點 有不同的折頭 就覺得嗯 真的跟香港不同 第五樣是無敵多款的付錢方式 在新加坡真是一個非常延遲的國家 以付錢來說 因為就算你好像搭過的士 你都有十幾二十種付錢方法 餐廳吃飯還有shop bag 還有其他什麼什麼pay 即是超級多款可以付錢的方法 以及可以省錢的方法 但對我身為一個foreign 來到新加坡的新人來說 我是覺得嘩 好頭痛 為何會有這麼多種付錢的方法 很難檢查我的錢包 所以我真的沒辦法 所以小女子現在都只得一張卡 去付錢 去付全部的錢 即是無論是easylink 還是apple play 還是去賣東西 都只得一張卡 如果你有這麼多錢包 都可以好好管理的話 小Irene真的要好好學習 真是覺得非常不簡單 非常 advance 太厲害了 不習慣了 第六樣 簡直是令人沒辦法適從的天氣 第一 有關於超級曬的太陽 在新加坡太陽簡直是 打死了 那麼熱和那麼曬 之前可能在香港 在夏天的時份 或者某些夏天的日子 才會特別曬曬和曬熱 所以有時我會懶懶 不擦防曬 或者不帶傘外出街 但在新加坡是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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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街要立即擦超多防曬 然後還要擦遮 如果不是的話 有時在十字路口等燈位 或者等巴士的時候 我會超級容易流汗流汗流汗 然後就會曬到非常之的抽搭 即是曬到焦 而第二樣呢 經歷了新加坡的所謂冬天 即是12月至1月份 我竟然在新加坡的冬天 冬天 發燒啦 頭痛啦 超級大鼻水 上風啦 現在我就知道 夏年冬天的時候 就不要太興奮 在涼的時候 真的要穿上衣服 唉 好 這款就到這裡 說完六樣 身為一個香港人 在新加坡生活不習慣的地方之後 今天呢 我們將會做一個 GIVE AWAY的環節 多謝MIRBOSS誠意地送出三件 每一款一件T恤 他們是一個Fashion Retellers 而主打就是T恤 你可以在網上或在賣機器買他們的T恤 來了來了來了 講一下今天GIVE AWAY的參加辦法 第一 先訂閱小Irene的Youtube頻道 然後追蹤小Irene的IG和MIRBOSS的IG 我會放在這裏 和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SS 快點去Follow 然後你就可以去到小Irene的IG看看 你喜歡哪一個設計 你就在下面留言 T恤一個朋友 你就成功參加今次的GIVE AWAY 今次的GIVE AWAY將會在下星期二 即是4月27號的夜晚2、3、5、9結束 結果將會在下星期五的8點下午8pm公佈 我會在Instagram和Youtube的community post 和大家分享到哪三位朋友 是成功獲得改一個設計的T恤 到時我會告訴你下一步如何做 才能得到這件T恤 先踴躍參與快點去留言 好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